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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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五王王 我的魔王与你分享 今天继续和大家拆盒分享一款变形金刚 依旧是由TA出品超能勇士当中的 是的勇士 霸王龙的金属变体 外包装还是这种美满的风格 在包装背面是有着动画当中 第28期的经典对战场面 商品的内包装是单层的吸塑 模型主体收大的体积确实有些出人意料 纸质品方面附带了一张雷射的眼部贴纸 一张人物角色卡还有一份把玩说明 毕竟是售价将近是五张的指纹取集器 张家是有贴心的附带了一副手套 在本款霸王龙的身上 同样是有着大面积的金属轻面涂装 非常的华丽 而且这个还原度自不用多说 和我们上一期介绍的狼猪勇士一样 完全就跟从动画里走出来的一样 那本款霸王龙的各处细节 我们从头部开始看起 面向的刻画是非常的立体 整体的层次感都十分不错 除了头顶没有原始兽的标志 几乎是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由于我所构筑的是赛版 两部的透明零件变成了涂装 并且取消了灯阻 除开这个默认的表情零件以外 实在有一张愤怒表情 和一张咧嘴的邪笑表情 头部和身体是通过球形关节进行的连接 可动性勉强够用 胸部这里是一个假龙头的刻画 细节纹粒的锐度表现不错 在身上也是有着相当多的 类似于筋肉组织的细节刻画 在肩部这里和剧中一样 有着非常丰富的机械细节结构 肩上的小爪子需要通过零件的替换 切换成肩炮的样式 在腰部这里有着平转的齿轮关节 拼着是十分的过瘾 因为变形所需 在腰部是有一个45度的前倾 在背后是有两个束大的紫色电镀扇叶 剖开之后在正反两面 都有着相应的机械细节刻画 肩部也是齿轮关节 向上平抬可以达到90度 通过装甲的臂让可以360度的垂直旋转 手臂的根部带有平转关节 手肘的向内翻折可以达到180度 手怀这里可以水平旋转 并且有着较大的上下翻揪幅度 周指虽说不是五指全可动 但也是有着多段的可动关节 尾巴是为了兼顾到两个形态的比例 所以附带了一大一小两个配件 两个尾巴都是有着多段的可动 野兽形态的尾巴 是可以把前面所说到的零配件 全部收纳在其中 人形的尾巴是通过上面的弹簧卡扣进行固定 固定好了之后还是非常的牢靠的 尾巴前端的夹子带有开合机构 可以安插零配件当中所附带的透明特效件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特效件的质感非常的一般 拔下尾巴前端的夹子之后 可以替换成金盘的扫描器 在八王龙腿部的液压杆和紫色的脚掌 以及腿后的滑轮全部都是金属零件 翻出之后可以看到 TA是真的在前轮这里做了一个简阵 轮座的滚动性是无比的顺滑 在腿部这里 侧踢前踢还有后踢的可动 均可以达到90度 在大腿中段带有平转关节 腿部的向内屈膝可以达到90度 脚掌带有上下翻折的空间 并且带有一小段的向内接地可动 那我们看完了本款霸王龙的全部内容 最后我们就进入了变形环节 霸王龙勇士变形 将军变形环节 龙勇士变形环节 超级普通讯 充价的 政治价格 军变形环节 军变形环节 请按下 虽说霸王龙的体积是非常的大 但是变形的过程倒是蛮简单的 野兽形态也是相当的还原 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还有就是这个电镀的紫色龙头 实在是有些过于华丽了 头部是有着一段左右侧摆的可动 嘴巴带有开合机构 里面的舌头也带有一段可动 在胸前两个可爱的小爪子 也是有着多段的可动表现 霸腿上的窝扇翻起之后 可以多角度的进行调节 整体的关节都是蛮紧实的 切换成机动模式 来回的推车重心也是相当的稳 那考完了本款模型的全部内容 最后我们来进行下总结 整体的大小比例是MP的级别 和官方的比例一样 是要比MP43高上一截 和出版相比是阉割掉了灯组 但有着大面积的金属涂装加持 以及说它的体积 就显得四张多的价格 性价比是非常的高 如果你是一个体积控 或者是想凑齐BW的角色 本款绝对是你不容错过的商品 那以上就是本期魔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多多点赞 我是王王 如果有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